大家好 看最新的財經消息 本港舉行宣講會講解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干擾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強調 香港要更積極參與 又會堅守一國 聯想的第三季業績由虧轉型 好過市場預期 公司表示 將部分外判業務改為自行設計和生產 令到盈利能力系統步道 欺慎興業 去年的業績符合市場 恆生銀行估計 今年本港銀行GAS的機會較小 又說除了擴展分行的網絡之外 亦都希望利用科技 提升在大灣區的滲透率 財經消息看到這裏 多謝收看